蔡局长,请 今天听了你所谓的机密报告 扯到什么H1N1的 全球经济的 中美的 韩国的 核武的 日本政党轮替了 我以为是新闻局长在给我报新闻折腰的 这种叫做机密报告 刚才周委员还很抬决 谈到 人家的经济对我们的威胁 我现在最根本的问题 今天请教的不是这个大而不当的东西 我先请问 局长 你认为因官设职 设个世卫长是干什么的 什么样的位阶 他从事什么样的任务 你不可能不知道 世卫长该用什么一个角色的人 世卫长是负责这个 这个总统的世卫跟警卫工作 你一讲就错了 那搞个中将干嘛 照你讲的总统身边世卫武功高强 中卫就可以了 排排卫兵排排行程 搞个中将干什么 所以你连局长都搞不清楚 这个世卫长是干什么的嘛 陈水扁那八年把世卫长搞小了 你也浑然不觉 还认为是对的 世卫长是总统身边 及时掌握三军 行使统帅权的中间一个媒介 所以才要中将 他负责的是国家 作战军事安全 稍受到危害的时候 低级反应的 你看看电影也知道 美国要升到警戒一 警戒二 警戒三 这是国家安全等级的提升 这种大事才要一个中将嘛 你看看以前孔林成干什么事 何不成干什么事 他就是直接掌握台北军 跟台北六军团 一有问题他马上可以掌握嘛 你们从前面开始 陈寨福的世卫长 坐着总统陈水扁的措车前面 那是叫带刀世卫 拿着手机在那里指挥 所以你国安局啊 这几年真的 我觉得是自己把自己看小 自己把自己做小 搞到马总统上任 也搞了一个世卫安全的人 当世卫长 你这个局长在旁边 怎么不讲话 今天一问 发现你也不知道 世卫长该干什么 你向来都是特勤中 因为副世卫长负责 负责这个总统身边的安全调度嘛 世卫长不是干这个事的嘛 所以怎么会搞得好呢 谁谁免得八年 世卫交花送礼 带孩子 开门打伞 已经把世卫搞垮了 上次我给你搞国安局 一直搞世卫条例 哎 国安局自己拖拖拉拉 认为哎呀 这个人跟这个神 跟久了 有情感了 我不方便换 你连换个世卫都不肯积极的做 真的我现在对国安局 我蛮感慨的 你局长都不知道 世卫长该干什么 用什么样的人 那今天你又把一位 宪兵中将弄去了 对不对 你搞清楚 你执掌没有 知道 什么指长 你你到那边干什么事 调卫兵 关关关随货 是不是你的事 报言我们是 我负责有关警卫队 向他所有的 又是这样 客行工作 那今天好像台湾从此 两岸和平了 不会有什么事情 你你今天 你算一算总统府 参军长没有了 对不对 以前的第二局的 军事人员没有了 世卫长也不懂军事作战 搞个宪兵的 你还在那里搞世卫 搞卫会晤 我干嘛弄个中将呢 可以裁编了嘛 所以你基本指长 基本的精神 你们掌握不住 角色怎么会扮演的好呢 你你你敢保证 两岸之间没有军事作战了 没有威胁 因为你今天干到世卫长 将来回军里面就是重要的 以前都是总司令 参谋总长都从这里面出来的很多 你点一点 现在各军总司令 当年都是办公室主任 世卫出来的 所以今天出了问题 你结构性的问题 没有解决嘛 你请回 回去好好揣摩一下 新的世卫长 去揣摩一下 你听清楚没有 委居长请回 第二个监听的问题 好像账面上数字减少很多 就跟现在一般的公司一样嘛 报税的那一本账 跟自己的一本账 我为什么讲这个 有多少有监听能力的 在做这种事情 但是不是在这个系统下的 今天监听不像以前 要那么多庞大的人力 今天美国反恐 发展出来的电脑 自动过滤设备 太厉害了 但是一次资料 有没有外泄 庞大运用 交给媒体去做放话的 你自己去查一查 你今天只看到说 我房屋下面 有监听的单位 现在减少 账面减少 军情局减少了 现在减少了 那有很多没有 没有 他挂名不是在这些单位下面的 他只要有这种设备 他就可以做了 我们保防总队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那你们怎么做的 我都不相信了 县民司令部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设备 没有设备 我们下次去看 所以我讲蔡局长 你要把所有 你问通信界的很清楚 军事监听的单位很多 你要去普查 第二个 就跟法官讲的 读书读果论 这一个资讯的来源 非我执掌系统的 我不但不引用 不但不给奖金 我还要处分 你这样子才能够保障人权 台湾号称是人权国家 号称民主国家 有几个懂啊 一天到晚就这么做牢的 就是违反人权 这种 监听跟监视 我觉得现在跟那个大国民时代电影里面看的差不多了 警察好像离开了道路监视器 没办法办案 我们离开了监听就好像没有资料了 离开了监听 八卦的杂志 八卦的新闻就没有来源了 这是一个很乱的 蔡局长 你能不能组成一个专案小组 你的电信发展室里面的科技人员很多啊 非我法定系统的 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 这个资料来源 你有没有自己过滤一下 军情局应该是看大陆的 结果他报的是国内的 国内的应该是他报大陆的 讲得好听 我情报交互重叠 讲得不好听呢 你违背你的职长去做非法监听 你如果这个法纪观念没有 监听腐烂 人民不相信你 是必然的 蔡局长你说对不对 黑狗偷食白狗当在 包委员 我们建制内的单位 事实上在执行这个工作相当严谨 您刚才谈到 我们就这个 比如讲我们这一件事情报局 他这两年所有监听的资料 我们每一件的资料都查过 事实上根本没有 就是没有这一类 就是以人民 违反人权的 我没有指明是军情局 我是讲 有拥有这种能力的 你应该透过你的通信部分 具有这种能力的公家单位 私家军 这种通信器材 有的东西管制跟枪械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枪械为什么管制呢 通信器材有的也是管制的 为什么电台都受到相当的保护啊 他本来就是一个 可以集结群众 鼓舞群众 可以制造暴动 制造暴乱 他是影响你国防安全的东西 国家安全的东西嘛 所以你不要这么很呆呆的 就说我下面就这几个单位 这几个单位把数字减了就好了 这问题很严重嘛 你讲的军情局 张康平是把老部下 我很清楚 人不错 但是军情局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大个烂摊子 你怎么支持他把它整整起来啊 当年从总统军统 他自己的价值文化 一脉相传 犯法犯错的人 有强烈的纪律去制裁 现在什么都没办 没有能力了 上海音质场的弊案 自己干部的内斗 相互卸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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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一个丢给他就完了 你当局长有什么方案来支持他 我们对军情局主要的是在 按照我们的职长是 有关情报方面的统合指导跟协调 你只拿他的成果 丢一个人去 不管死活了 不会了 因为我们基本上 就是说在这个资源的分配 或者相互这个情报的财政 我懂了 以前你就是给奖金 大家把情报拿给你 你去会诊 往上报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角色还是这样的话 我们国安系统真的是很松散的 你有没有跟马英九讲一下 军情局的问题有这么严重 严重不严重 应该是做中共情报的 一天到晚自己在那里搞 搞钱搞人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只把一个人塞过去了 就不管了 没有 不会了 所以你当国安局长 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跟总统报告 人家对岸 全世界租地 已经看到几十年以后的粮荒 掌握水资源 掌握油资源 掌握天然气 这才是我们的威胁啊 人家有前瞻三十年的能力 你看国际阅兵 你没感触吗 我们一天到晚 就在搞这些鸡毛蒜皮 这还搞不好 这才是重要的 你情报系统不下大力去整顿 你弄些今天叫新闻责报的东西 看不出恢弘的一个局面吗 看着人家着急 看着自己堕落 哎 局长 今天不是说交些鸡毛蒜皮的情报给他 做大的分析嘛 你刚刚讲 人不够 经费不够 金融本来就不是你所长 你居正式管理请一些好的经济学家 给你做分析嘛 你不是有外围组织吗 现在我们是照委员这个指示在做 我们自己本身能力不足的 你不可能样样包嘛 对 你怎么包得出来呢 对 没错 对不对 那你的外围组织学术研究机构 你都可以做啊 是 写的多了 老板不要听 那行吗 所以你要把它整合起来 我又有了 我们有比如讲这段期间给他报告 我们有气候变迁的 有力能的 那你跟他报告 你明明知道 博爱特区是没有办法安全防护到总统的安全 预算官邸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你当局长的为什么不请他签 整个签呢 你就是说啊 我在能力范围之下 那个管制区 我不相信 总统府 在村伯画了出来 那不是你们画的谁画的 什么一笔级一笔级 医品院当初放水的 通过的国安局的人员是哪一个 办了没有 我们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那怎么就让他合合合的这个组造出来呢 我们当时在会上 我们有建议 国安局可悲的就是说 一次靠玻璃两层密闭 不开窗 拉窗帘 那种什么低等的安全手段 你应该有一个大格局嘛 从总统府到玉山官邻一起签出去嘛 这是你的职长要建议嘛 今天我们讲老实话 我们的安全观念叫人海战术 总统一出现 用两个宪兵营 用了几万个警察 公权力不张 这才是浪费资源嘛 每次挨打人家一个爆竹 我们要搞一百个的那些 这个大的东西 我觉得局长要建议嘛 要不然你人怎么会够 经费怎么会够 如果你这种思维不改 我们怎么支持你的预算 怎么样 我把我给你讲话 你所谈的这个各项的这个观点我都认同 认同 认同 我把你的观点在适当的时间 一年以前我就跟你沟通过 对 但我也把你的意见事实的 你做了哪一点呢 你刚才谈到了包括那个市委长 因为你就不止一次告诉我 我不止一次跟你讲嘛 你还是把一个中将市委长当的 当的这个一品带刀嘛 对不对 把我言之外 那武功高强 我中卫生年轻力壮 做得比中将好耶 对不对 那只要体力 不要脑力的 那我何必用个中将浪费一个国家资源 你既然认同我的观念 年年还是产生这个问题啊 我不是决策者 好了 我谢谢了